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Sing Heng Chan 这是冷门股吧 好像之前我都没有听过 没有什么人讨论的这个股 呃,可以看到呢 我们把这个图 放久一点,大概是一年 一年的图呢,你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一大堆的套牢盘 现在呢 它在底部已经是consolidated 已经注底了之后呢 就喷了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金叉 MA20金叉 MA60之后呢 就喷上去了 OK 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把这个 强大的这个套牢盘 画出来先 这边有一条 但是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很清楚,它现在股价呢 其实就是面临这个套牢盘 就是主力 我们把它拉近一点来看 拉近来来看呢 呃 肯定呢 这边就是一个强大的主力线 这边有大堆的这个套牢盘 呃 它现在之前是一直是没有什么交易的 成交量突然间有这个跑上去了 而且这个呢 老实讲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雏形啊 就是这一个 大概是这边 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 呃 双底吧 啊 突破了是不是 然后就喷吧 这边刚刚好有这个 这样呢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怎么去测量呢 就说 呃 满足点 那就是我讲多次了的 我们就来测量一下 就说这个东西 从这边上来的底部嘛 上来这边 顶线呢 大概是 起了六分钱啊 就是这边 这边啊 上去啊 就是有六分钱 然后呢 我们再画一个 六分钱 从这边上去 六分钱 就是这一条 ok 然后呢 再画一条 横线 然后再画到一条 一个六分钱 然后呢 就有另外的一个 然后再画一条 然后再画一条 所以呢 呃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呢 有一个WD嘛 这个是景线 这一段呢 也就是这一段呢 大概是 0.06 六分钱咯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第一个的 战斧满足 第二个呢 就是第二个的战斧满足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第一个战斧满足呢 已经达到了啊 现在在慢向第二个战斧满足 第二个 第二个的战斧满足呢 多少钱呢 大概就是 0.59 0.59 0.59 0.6 也就是说 它才有 它才有 机会上到0.59 左右 如果它有机会上到0.59 呢 这个我觉得 已经两次了 通常是 这是第一个嘛 第一个战斧满足 这第二个战斧满足 我不认为它会发生第三个啦 因为第三个是很难的啊 所以如果它达到两个战斧满足的话呢 这样0.59 那就是两部标价 啊 如果有可能0.59 可能0.6 可能0.61 所以在那个位置那边啊 那时候你可能就要开始啊 开始套利了 如果已经马路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啊 这个0.69 5.59 其实也是这边的套牢盘的 哇 这个战斧满足的算法 其实也不是很难啊 啊 说目标价就是0.69 如果你现在已经持股的话呢 你到0.6的时候呢 好像不对路了 不对路看到有 要又转 你就又转了啊 现在当然如果你要追的话 就不是要追了 因为它已经 它已经要快要达到这个 它的目标价了 你去追干嘛 所以你认为它才会涨多一次 它还有第三个的战斧满足咯 啊 这个我就认为机会比较少一点 我不敢说它没有机会 但是我觉得它机会少一点啊 OK 这就是我对Seng Heng Chan的这些 呃 一些 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啦 可以看一下这个 战斧满足 之前有一个是Bertamer 你去看看下Bertamer 它上到两个 战斧满足之后呢 就慢起来了 然后就开始U-turn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你们去看看下 我之前讲这些形态的时候呢 很多战斧的都是符合这个东西的哈 这个是个很简单的判断 你不需要去上课的哈 这边是免费教你了 OK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呢 你就很简单 你既然不用去上课 你就喜欢喝杯咖啡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